今次的话题和大家讲一下豆浆 这是一个加年蜜美而营养丰富的饮品 特别北方人很喜欢早上油条和豆浆 是他们的惯常早餐 而我们在多伦多很多时候去快餐店或者外买 因为他们的午餐还有一杯豆浆送给你的 所以豆浆是一个很普遍的饮品 但有些喝下去会觉得它很稀的 没什么味道的 因为它加了水 但有些你觉得它很稀的 这个很浓 这个就是货真价实 真材实料 其实不是的 不是一定是浓稠的豆浆 就是可以说是真材实料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人真的很厉害 有些叫做起云剂 这个这些东西加了下去 就可以令一个稀身的豆浆 都变得很浓稠的 如果你以这个标准去选豆浆 那多时我们就不是真正喝到真材实料的豆浆 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豆浆是真的呢 是值得我们去喝的呢 当然自己去磨就最好了 但真的都比较麻烦 时间不够的时候 当然是出外买了 那有几个方法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豆浆 值不值得去买的 第一呢 因为豆浆呢 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 是好像牛奶一样的 如果你喝牛奶 你煲完牛奶之后 它表面都好像牛奶一样的 有一个豆皮在里面 这个就是真的了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可以用一些豆浆 加一些盐 我们平时吃饭 煮菜的那些盐呢 我们加它下去 因为盐呢 是有钙尾这些矿物质 如果把盐加在豆浆里面 它会令到它变成浓稠 或者是有一块块的结体在里面呢 这个呢 就是真材实料了 因为它的钙尾呢 会和豆浆产生这个化学作用 就造成这个这样的现象的 另外有一种豆浆呢 是用豆粉去泡制而成的 现在超市呢 很多这些各式各样的豆粉 那因为你不是买回来又喝过 或者看到那股豆皮 所以你没有信心 但是其实呢 这个豆浆虽然它开了之后 用豆粉开 冷却之后它没有看到那股豆皮 但是它的实际的营养价值呢 是相差不大的 只不过因为它制作的步骤不同呢 就没有这个豆皮出现的 专家意见呢 我们可以取取 那所以呢 如果你为了方便 你买包豆粉在公司 随时你开呢 都会有豆浆喝 这个方便很多的 因为新鲜豆浆 你要用雪为雪的嘛 攜帶就没那么方便了